秘书我要回公司住几天 这房子你帮我好好打理一下 好的唐少 哎哎唐少 那个你明天的相亲千万别迟到了 哦知道了 哎哎唐少 唐少夫人说了 明天的相亲啊 你千万别说你是唐少 身份要保密 知道了知道了 唐少慢走 谁呀这么美 唐小鱼 哎零鹿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哦 这就是我看他倒了 那没事去进车环保吗 干什么呢快让开这是停车的地方 呦这不是零鹿吗 怎么 这么跟你老同学好闺蜜都不认知了 这是你男朋友吧 就是这个来约会啊 哈哈 他是 之前抢了我男朋友的好闺蜜 咳咳 你还是这么伶牙俐齿 姐今天心情好 不跟你一般见识 哎好了 换个地方 怎么 你还关心你前女友 他有什么好关心的 我当初都是瞎了眼才跟他在一起的 那就好 对了 对了 玲珑 我们家嘉宏呢 买了一栋新的别墅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 就请一些关系好的同学 来拒绝 你也一起来吧 不过呢 你要是介意我跟嘉宏的关系 不来我也理解 哎 别难为他们呢 骑共享单车去 可能年都过完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你看我 这坐车坐惯了 都忘了穷远的出行方式 小鱼走 没事 我们去 小饭来了 一边请 好像就这个 刘秘书我要回公司住几年 这房子你帮我好好打理 好的 刀嫂 这不是我家吗 不忘了全人的出行方式 小鱼走 哎 没事 我们去 好像就这个 刘秘书我要回公司住几年 这房子你帮我好好打理一下 好的 刀嫂 这不是我家吗 怎么土包子看傻眼呢 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 好了 同学们都到写了快进去吧 哇 江湖 这种房子我可是一辈子都买不起啊 真信 有用 没有加工这样的男朋友太幸福了 哎对了 林洛你男朋友在哪多久 汤式集团 哇 汤式集团世界500枪 汤式集团确实很了不起 不过也得看看在 做什么 在汤式集团工作 出门约会还骑个共享单车 最多就是个小文员 哈哈哈哈哈哈 连车都没有 估计是汤式集团的小保安吧 哈哈 怎么那么进去 这不能是个前台吗 对对对 前台 哈哈哈 说来也巧 我们家嘉宏呢 也要进汤式集团上班了 不过跟你不一样 嘉宏进去是当主管 虽然我表哥是汤式集团的刘秘书 不过 凭我的能力 别说主管啊 就是总经理 那也是早晚的事 原来是刘秘书的表弟 哇 嘉宏 你就是人生一家男人的典范啊 嘉宏 要是真当上了总经理 别忘了我们这老同学呀 哎哎哎 好说 好说好说 林露啊 你不要怪我说话 这找男朋友呢 就得找男单部队 吴悠悠 我找什么男朋友关你什么事啊 哎呀 生气了 我知道这么多年 你就是气我抢了嘉宏 可是感情的事 都是你请我愿的 没有什么抢不抢的 你想开点 哎呀 跟他说那么多干嘛 哈哈 他那人也对 能听懂个啥 你确定 这个房子是你的吗 羡慕 这房子不是我 难道 是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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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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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个 还真是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叫他一声 你看他搭子 这人啊 更简不要脸 还挺能装 你是不是把我房子替给别人 爷在这儿装餐做事了 我怕你待会儿收不了场 还言起来了 这种人怎么这么不要脸 硬把别人的房子说成自己的 哎 林陆 你这是从哪找个男朋友啊 怎么这么不要脸 哎 哥 没有啊 就和同学们一起聊聊天 我 我这 行了 懒得跟他们废话 刚好忙不起家的 我在米其林餐厅开了一桌 大家去吃饭 哎 走 你急什么 什么怕船帮啊 你来劲啊 是吧 给脸不要脸 你们别太过分啊 是他太虚弱 撒谎说房子是他的 活该 要是他说的是真的 我跪下给你们道歉 你确定 你说话算话了 我说话当然才说的 倒是你 到现在了还要抓 何必 不如这样 我把房子借给你住了 让你体验 有钱 有钱 黄江红你在干什么 你来劲啊是吧 给脸不要脸 你们别太过分了 要是他说的是真的 我跪下给你们道歉 你确定 你说话算话吗 黄江红你在干什么 呦 小哥 小哥 你来的正好 我都准备要走了 其中这人有变 非人说这名字是他的 不用 我 你干嘛 别叫我表哥 连汤晓都想说是 你是不是活地了 汤晓 你就是当事局长的继承人 汤晓鱼 陈秘书 解释一下吧 他上次没有要钥匙 我没有这个 没想到他会私自偷走 这事我可是先不知情 您给我打电话 我才发现他 我 我 真的 这房子还真是你的 好啊王家伙 你骗我你有钱有事都是假的 这是 立刻分手 刘密所 未经他人允许 私自承认同价 占用他人 该怎么办 我这房子也不便宜 而且 这还有过分 有了 诺诺 我们都家好闺蜜吗 求求你了 帮我别吵笑说说好话吧 我知道错了 跟王家伙 坏事都是他做的 把他抓起来 让他死了 我已经这样 你一个少子鞋 我要不是为了你 我能到最上 你也不出去看 我做不到 我这箱子手都 诺诺 这里你来说一下 你先让我到家伙 走吧 我去 我去房子 是你 你帮手 我再来看 这个超级 你真的是唐少 那房子真是你的 我刚刚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的 那 还有那句 我是一句 突然的心动降临 谁的爱情 让我还来不及分 我只能忘了呼吸 只想和你慢慢靠近 这温暖色 是你